毫不夸张的说 11.10版本更新了 老板这不废话吗 又毫不夸张的说 有一个阵容起飞了 我瞅瞅啊 加强了卡特 卡特起飞了 那就是天使 天使没加强啊 在众所周知啊 天使阵容难度就两个 一如何撑到天使启动 二如何递到天使 就因为这两点 五费大核心 沦落到T3强度 甚至比不过一个一块钱的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拯救天使情况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这版本加强了六期 同时又加强了 两个没能要的漏妆 可能你们觉得 这两个改动都不齐 但是当把这两个加强 放到一起的时候 就会造就出 无比强大的前排 大家看这个画面 无尽厄费奴斯 枪枪格导 好不容易打点血 黑白就赎一口奶 又满了 再看大爷 一波狂喷之后 六期竟然还是满血 没错 这就是顺应版本改变 我们调整后的黑鸟天骑 首先我们选择天使 作为主机 再带宝石垂石 盖伦泰坦日女诺克 构成六骑士作为前排 这时候小朋友 长得比较帅的观众 也要问 阿贝啊 怎么两神王呢 其实 这完全没问题的啦 因为我们不需要 他们打伤害 我们的伤害在这儿呢 既然这俩就是坨漏 那么五块钱的漏 总比一块的包比要香 最后 刮双瑞尔 凑出三圣光两铁甲 其中宝石又和天使 组成了两神又之僧 羁绊完美 如果上酒还可以带强力单卡 比如千诀 装备方面 我们给主C天使 扬刀必备 剩下的推荐 黑正义东亚 也可以复活奖 其次 关键的理解来了 给宝石 泰坦 找黑鸟盾 黑救赎 白救赎 这三个道具 是越来越多越好 整体装备的顺序是这样的 那么到底有多契合呢 可以说 这三个装备啊 才是天使 重新崛起的精髓 首先 黑鸟盾 群体加 70护价 70莫靠 骑士羁绊 先算抗性 再算减伤 所以抗性的收益 是翻倍的 群体漏的爆炸 那么负面效果呢 平A回篮减半 天使为篮条 其他前排 全靠挨打回篮 不略不及 然后黑白就输 群体给队友回血 同时减少群攻伤害 敌人好不容易打掉点血 瞬间回上来了 在六七这种巨头羁绊下 收益简直翻三倍都不止 那么负面效果呢 队友回血 携带者扣血 那没事啊 给宝石 自己扣血 一口奶回满 顺便把队友也拿满 对手打得心态爆炸 都打不死你 好像有点东西啊 这样硬托 天使怎么会不启动呢 只要天使一开始 那就是会天灭地啊 不愧是你老板 有理解的 那这阵龙要怎么站位呢 哎 站位也非常简单 全部抱团 沉底站位 因为天使还是怕刺客的 要防止脚跃切路破坏阵型 也要防止破败王偷人 其中天使缩脚 旁边放一堆坚果枪 太坦弹黑鸟盾 站这里提供群几巴 这样天使也能吃到双炕 宝石带黑白就熟 站这里最大范围 加上神佑之森 而且这样的站位 能让宝石第一时间 试伤害回栏放大 最后日女单独抵前排 快速死掉 传递巴 看似简单的站位 其实确实阿伯研究过 无数把握 最合适大家的懒人排位 老板 第一个硬托我懂了 那第二个呢 如何递到天使 这就是运营的重要性了 如何合理地过渡到天使 我们研究了一套独特手法 有多合理呢 甚至能让你没有天使 也有一定的小概率 能吃到粪 不愧是你 阿猪 怎么不做视频了 已经下午三点了 下午三点怎么了 三点几里 走走冷来走 要不小心啊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把视频做出来 我今天就是要摸鱼 谁说都没用 要摸鱼做完回家慢慢摸 现在先做视频 做视频有什么用啊 他们进来只会发下次一定 你不做完发出去 他们怎么 我不仅现在不做 七点我还要准时下班 你今天不做就不能下班 到点我就走了 谁说都没用 接下来阿伯通过一场简单的实战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研究的运营方式 天使是一张武费卡 不成型 很容易吃不到分 所以阿伯研究的运营手法 大家要好好听啊 游戏开始 开局我们要先抢下攻速 这样既可以合成羊刀 又能在无羊刀时合成电刀 增加前期的战力 2-1拉四轮口 2-2的装备选择时 会有一个硬性条件 那就是连胜 天使必须连胜才能玩 所以这里要开始评估战力 玩天使 阿伯只推荐三顺光维鲁斯带羊刀过渡 中期五人口最佳的过渡是这样的 那么当你2-2选完 差不多有这战力 感觉能连胜就能玩天使 没有羊刀的话 合个电刀打连胜也行 但如果你跟阿祝一样 哎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就果断放弃天使 阿伯再强调一遍 黑鸟天奇啊 是连胜局才能玩的阵容 这把游戏2-2打完 阿伯的战力是这样的 还还可以 但装备不对 这个情况推荐大家放弃天使 这把走位不错 二阶段四胜一副 并且在石头伦时 白条两星为鲁斯 环天使约等于S4的95至尊 二阶段打完 血量低于95就可以放弃了 阿伯这把99血还可以 可惜的是石头跟装备爆的不行 三阶段选装备 又是一堆麻瓜装 能赏了 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细节 电刀是要前妻给 三阶段以后就没有必要给了 不如何救赎 装备的优先级 天使扬刀第一 这三个道具能在前妻保住连胜 可惜的是 3-5我提前拉七人口 却没保住连胜 经典话前输 杨刀有没有还是差很多的 这波很奔了 打完狼合成杨刀 游戏进入中期 此时我还有93选 装备太差 我直接合了龙牙黑反甲给天使 放弃了灰血装 这两个其实也很强 大家等会会看到强度 中期维鲁斯四期三胜光 我们继续连胜 进入四阶段选胜 这回合选胜很关键 如果有天使 直接拿别管装备 拿下天使等于吃分 没有的话 像阿北账 拿盖轮什么的 尽快的凑出六期 由于是连胜 所以经济肯定比较好 老板 那我要是不能连胜呢 不能连胜 不是前面就不玩天使了吗 我不管 我就要玩 那没救了 那我要骂你了 你给我想个办法 那你投了吧 那也行吧 由于是连胜 所以我们可以在4-5 直接上罢 冲一个天使 这波只要能冲出天使家六期 等于吃分 那要是没有呢 怎么可能会没有 这么多钱 递不到一只天使 那得 杀 唉 没有天使 不过阿北也有后招 大头Demo 总会来一个吧 比如这里 我直接用Demo打工 有个细节要注意啊 有蓝条的主 所以不要吃黑鸟盾 其实黑鸟天旗阵容的关键 是六期的全员减伤 加黑鸟盾的双抗 至于后面站的是谁 重要 但不是必须是天使 没有天使 我们可以用大头Demo 甚至两星大眼 暂时顶一下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进入五阶段选秀 这个天使 带了个救赎 又谁会要呢 问题不大 继续用Demo点 阿北给大家看个画面 双腹伸转 四腹伸 Demo大眼大头 双法师 他大眼启动了 又启动了 但架不住我们输出慢 前盘终于全倒了 然后 一星Demo全程免伤 认识把他杀完了 你想啊 这要是个天使 那还得了 但Demo终究是输出慢 这个阶段 强度已经很高了 阿北三连败 进入六阶段 这波打完 我直接拉九能口 冲一波天使 拿下 此时也终于进入决赛圈了 第一名 靠雪亮躲命的黑鸟天气 第二名 四副圈九五 第三名 马上要死了 我们就不介绍了 第四名 传统铁筒天使 哎 我说怎么递不到天使 原来有一家两星的 那怎么办呢 我来 那只能靠佛爷哥偷塔了呀 六期加成下 佛爷哥也露得离谱 直接跳路人堆 偷了天绝天使 我们拖到几方天使启动 将他带走 拿下 最终一对一的 是一家失灯口 大乘九五 四张五费两星 带四张四费两星 可这个质量 有点难听啊 对局开始 前排直接顶他脸上 为天使拖时间 对方四复苏 大眼的启动很快 但天使全格倒 大招全吃 一丝血没掉 可是两星大头 两星低沫实在太猛了 我没有黑鸟盾 输出有点扛不住了 前排开始血量剑毒 宝石好不容易一口奶 也因为大头的重伤回不上去 但是大家注意了 此时 时间已经到了八米 六七任务完成 一星天使 天神下凡 接管战场 利刃在手 制裁八方 老板 猛啊 这黑鸟天奇 我感觉要起飞啊 好的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看完 觉得对您玩云顶 也有所帮助 请一定不要忘记 点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